刚刚我们讲到那个Google翻译,手机的Google翻译 今天我们讲一句话,可以翻译成另外一个的语言 然后那个什么,另外一个人也可以讲另外一个语言 然后再翻译你可以听得懂中文,这样翻来翻去,对不对 可是万一你遇到一个情况,是 如果你到了日本的餐厅,它给你的那个menu全都是日文的 你总不能把waiter叫过来说,好,现在我念一句 请你念一句,那个第一行的日文,然后它翻译成这个牛肉 好,再来,你再讲第二个是什么,然后他讲了,这是那个什么,那个拉面 你这样子太折腾这个waiter了,对不对 所以Google翻译的这三项的最左边的照相机,就要发挥它的功能了 好,来,照相机点起来之后,先等一下 因为我现在是希望日文翻成中文,所以我请它对调一下 这个是我要查的,之后翻成我要听的,我要看的,可以吗? 这个是我看不懂的东西,要翻成我看得懂的东西 看得懂的放右边,看不懂的放左边 先设好了之后,按下照相机 然后呢,诶,我用放横的哦,来看一下,现在,诶,我是不是有一个日文啊,好 我先放远一点哦,然后我开始拍照,拍照就按中间的这个 按一下,好,先,来,它开始扫了,诶,它扫出来的框,代表说它可以辨识出的东西 那些是文字,它辨识出来 然后呢,我要查怎么查 我要查怎么查呢,诶,前面这一段 我看不懂这是什么 我只要再稍微用手在上面涂一涂 我只要直到这一个 放开 すみません,好,我很抱歉,已经翻译出来了 再来 那对不起,又要再重拍一次 再来啊,我再做一次,照相机按下去 我放到最大,这样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来,照相机按下去 我再翻另外一页好了 好 照相 好 假设我想到这一整段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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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这一次真的就翻得很烂 喔,这一次真的就翻得很烂 SERUI liquid 好 我在 compromise khi 何时 母亲的生日 是什么时候 不错耶,我们本班很多都是日文高手啊,对不起 OK 所以其实这样子就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翻译了 可能那个日文比较翻的没那么好 大家有兴趣可以试一下英文的 但是呢,至少先这样子好了,先这里请大家试一下 而且刚才你有输入过的,有查过的 它都会在底下一条一条列出来 也许有可能过去用到的,以后还会常用到 你就可以到时候直接点它来使用 OK 好,来,各位先操作一下好了